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讲错的地方 还请诸位大德 慈悲 执政 我们今天能够在此处学习这一部经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一部普贤恨评有两个殊胜的功德 第一个是寒舍全经 也就是具足花言奥义 第二点就是导贵极乐 也就是兼具净土妙法 我们先说明第一点 寒舍全经 这个佛教的经典当中 有两部大经 一部是法华经 一部是华言经 这两部大经典都称为精中之王 那么究竟哪一部才是真正的精中之王呢 法经讲的是佛出世的目的 佛出世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法经当中告诉我们 这个佛啊 它出现在世间 就是要使令众生 开示误入佛的之间 要让每一个众生未来都能够成佛 这是法华经所讲的 那么法华经所讲的呢 就是佛的境界 讲佛的境界 那么在环境当中 对于这个佛陀的种种不思议的境界 讲得很清楚 那么法经讲的是开佛之间 也就是啊 要让我们了解 佛的这个之间是什么 那么你想要了解佛的之间 就要知道佛的境界是什么 那你要是知道佛的境界 你就能够了解佛的之间 就能够开佛的之间 所以说呢 法经跟华严经这两部经典啊 它的地位相等 同样的重要 那么这个世尊呢 最初成道的时候 所说的第一部经典 就是华严经 天台家说啊 华严最初三七日 也就是呢 这个佛成道之后 最初的二十一天 讲的就是这部华严大经 我们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 最初啊 成就无上正觉的时候 在当时 这个小乘根器的人 跟大乘根器的人 他所看到的佛陀啊 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根器的不同 他所看到的是不一样 小乘根器的人 他看到啊 佛陀在菩提树下 享受啊 成道的泄脱之乐 那么 他看到的是佛陀啊 在思维 怎么样去度化众生 度化的众圈是如何 这是小乘根器所看到的 那么大乘根器呢 他所看到的是啊 佛成就无上正觉之后 为四十一位法生大事 以及呢 过去啊 善根成熟的 这些天路八部 来讲华严经 开产了佛的境界 所以两种根器啊 他看到的佛陀啊 是不一样的 那么华严经说的是什么呢 本经的内容啊 非常的丰富 包罗万象 佛陀的一代识教 八万四千法门 统设无遗 在唐朝的时候啊 有位叫孙思淼的人 他是中国历史上 著名的医学家 以及啊 药物学家 被中国啊 称为是药王 有一天啊 这个唐代宗啊 他想要读佛经 他就召进了 这个孙思淼过来 那么就请教他 在这个佛法当中 哪一部经最大 最殊胜 那么孙思淼就回答了 整部《大藏经》啊 以《华严经》最为殊胜 那么唐代宗啊 内心就有个疑问了 有个疑问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当时啊 玄壮大师 刚刚啊 翻译完 这个《大波罗经》 我们想的《大波罗经》啊 有六百卷 非常的多 六百卷 你去看这个《大藏经》啊 好几侧 大概有三侧到四侧 都是《大波罗经》的内容 但是这个《华严经》 虽然是多啊 但是啊 只有八十卷而已 只有八十卷 那么从数量上来看呢 这个《波罗经》的数量多 内容也很丰富 那么为什么说 这个《大藏经》当中的 这个《大经典》啊 是《华严经》 不是《波罗经》呢 那么为什么《华严经》最殊胜呢 那么唐太宗啊 就起了这么一个疑问 就也在问这个孙四妙 那么孙四妙就说了 这个《华严经》啊 虽然眷数少 但是呢 它包含了佛陀的一代实教 而且啊 去除了法界的一切意理 那么《大波罗经》呢 只是《华严经》的一部分而已 所以说啊 《华严经》最殊胜 才是大经典 那么唐太宗啊 这个时候才明白 所以呢 这个时候唐太宗啊 他就也受辞了 这个《华严经》 也去读《华严经》 那么这个《华严经》 为什么说殊胜呢 为什么是金钟之王呢 我们以两点来说明 也就是啊 深奥 还有广博 我们先说 他的深奥的部分 那么这个深奥啊 就是啊 他能够说出啊 佛的境界 也就是说明呢 这个世尊 还有十方诸佛 他所清正的 这种不适的 卸脱境界 也就是 我们经常听到的 一真法界 那么这个《协严经》啊 还有华严中的 这些大师们 他们将这个 《华严经》当中的 这种深奥的意理 用一真法界来表示 什么是一真法界 很抽象 也很难讲 简单的讲 就是我们的心性 就是我们那一念的心性 那一念的清景性 那么在一真法界当中呢 他又开出了 四种的法界 也就是呢 是法界 理法界 理事外法界 事事外法界 那么这个事事外 就是啊 运用这个真奴 来说明啊 这个事跟事 之间 彼此啊 彼此啊 不相妨碍的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啊 非常的深妙 不容易明了 那么后面呢 我们会大概的来介绍 环中所讲的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 跟四种法界 后面啊 我们会简单的来介绍 说明一下 那么所以第一个呢 这个环境啊 它是深奥的 说出啊 这个佛的那种 布施一些的境界 第二点呢 就是广博 那么也就是啊 说明啊 这个菩萨的 阶位 什么叫菩萨的阶位 就是啊 菩萨出发心 开始修行了 一世道成佛 这当中啊 有很多的阶位 像我们现在读书 这个 幼稚园 或者叫做幼儿园 那么小学 中学 大学 硕士博士 那么这叫阶位 这个叫阶位 那么菩萨 从出发心 到究竟成佛 当中啊 有五十一个阶位 也就是呢 实性 实柱 实行 实会像 那么实定 等觉 那么这个 五十一阶位的 修行法门啊 在环境当中啊 都有详细的说明 那么在环境当中啊 虽然没有标出实性 但是呢 实柱 前面所说的道理 就是 都是啊 属于实性法 那么在环境当中啊 虽然没有标啊 等觉 但是呢 实地之后 所说的都是等觉 等觉的法门 那我们晓得 这个佛法 超不出啊 空有恶门 我们学教理 学教理要掌握什么要点 空有恶门 你就掌握了整部的教理的 要依量 那么 波罗说空 为事 讲油 华阴经呢 空有圆容 那么虽然空有圆容 但是呢 华阴经啊 他着重啊 从油下手 从油这个地方啊 入门 所以呢 他的事项上啊 比较多 他详细地说明啊 菩萨 五十阶位的 修阴 正果 那么因为华阴经的 深奥广博 所以华阴宗啊 吴祖 宗密大使啊 他就说过一句话 也就是啊 不读华阴经 不知佛富贵 那么这个道理啊 就在此 所以我们知道 华阴经啊 确实非常的殊胜 那么华阴经啊 虽然非常的 深广 非常的殊胜 但是这个经文啊 对我们来讲 怎么样呢 太多了 八十卷 这个八十卷啊 算一算啊 大概将近六十万字 当然不是真的 用手去算了 那么你这样算啊 要算很久 现在有电脑 比较快 那么将近六十万字 那么我们怎么样 在最短的时间当中 了解华阴的奥义 掌握环境的重点 就是啊 学习这一步 普贤恨评 怎么说呢 我们刚刚提到 大波罗经有六百卷 分量非常的多 但是呢 如果没有时间 去了解 波罗空性的思想 你没有时间 去读诵啊 那么六百卷的大波罗经 那么你读金刚经 一样 金刚经啊 能够掌握 六百卷 大波罗经的要点 如果你在没有时间 去读 这个金刚经的话 你就读心经 心经呢 能够掌握 金刚经的要点 所以说呢 你读一遍心经 等于掌握了 六百卷 大波罗经的要点 所以同样的道理 这一步啊 普贤恨评 能够含示啊 全部的华阴经 拒绝华阴经的奥义 可以说呢 恨评评是略的华阴经 华阴经啊 是广的恨评评 怎么说呢 在恨评评当中啊 他提到 予评评评 评评评 各处菩萨 众会中 在一个围城当中 就一个 我们讲 一个小沙子好了 一粒小沙子 当中啊 有无量无边啊 无穷无尽的诸佛 在这个 在这一颗小沙子里面 那么每一尊佛啊 旁边还围绕的 无量无边的菩萨 那么这个就是 不一世境界 不可是一等境 我们凡复很难想象 是不是 我们凡复的经验是什么 你把小杯子放在 大的茶碗里面可以 但是你把茶碗放到杯子里面 那哪有可能 那是在说笑话 不可能 但是呢 现在啊 在一粒小沙子当中 里面具足了 无量无边的诸佛 好 整个地球可以放到一颗沙子里面 一粒沙子里面 整个法界可以放到一粒沙子里面 这叫不思义经界 就是四十万的法界 就是四十万的法界 也就是一整法界 那么华言经呢 他主要的就是诠释说明了 这个一整法界的道理 那么在普贤沙子里面当中呢 也体现出来了 所以说呢 这个普贤沙子里面品啊 他能够含射全部的华言经 能够含射整个华言的经济 还有呢 这个沙子里面的 这个沙子里面品啊 它是华言经最后的一品 我们晓得通常我们学东西啊 最后面怎么样 最重要 越后面越重要 所以最后一堂课啊 大家要来听 不要说啊 前面听一听啊 到后面啊 就就这个 没有来了 越后面 越重点 你看老师上课 到学期末的时候 最重要 是不是 那么这个要考试啊 有期中考 期末考 那个期末考啊 重点啊 最后一堂课 他会这个 和盘托出的 如果最后一堂课啊 没有来听 整部华言经的关键 就在河远评当中 你怎么要去修学华言经 怎么要契入这种 不失一切的境界 就在河远评当中 那么另外呢 他也说到 文约易丰 功高德广 这部黑远评 他虽然只有五千五百多字 但是呢 他的功德 非常的高广 非常的殊胜 所以从这里 我们晓得 这部黑远评 他能够收射 整部华言的药语 那么这是第一个 黑远评 殊胜的地方 第二个呢 就是倒归极乐 兼具 净土妙法 这个阴光祖师 经常里讲 千经万论 处处只归 什么意思 就说呢 因为释迦牟尼佛 讲的各种大经 到处都是 只归到 净土当中 还清这一部经典 也不例外 那么这一部经 讲到最后了 普贤菩萨 把他倒归到 极乐净土去 那么华言会上的 那一些的听众 多得像大海一样 所以叫做 华言海众 在这十方世界 围城树的大菩萨们 经过了 普贤菩萨的引导 没有一个 不求往生到 节日世界去的 所以我们晓得 环境 他也是要引导 众生往生进度的 那么特别 从这个普贤恩品 可以看出这一点 愿我灵欲命中时 净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即得往生安乐上 所以说 普贤恩品 告诉我们 要将自己 所有修行的功德 倒归到极乐时期去 往生进度 那么因为 这个汉愿品 它具有 寒色全经 倒归极乐 这两个特点 这两个功德 所以说 今天我们学习这一部经 音缘 可以说 非常的殊胜 那么 这个是我们 在进入课程当中 先说明一下 本品的殊胜处 接着 我们请看 讲义的内容 主位呢 请翻开 讲义第一页 大方广佛 华恩经 陆布式 谢托 境界 普贤慧品 那么这是 这一部经的 整个的经题 将述此意 文分五科 那么 这一部经 我们分成五个大科 来说明 首先呢 请看着 甲义 修学药义 修学药义 又分成两科 以一 修学中子 在中国古代 讲经的时候 或者呢 这个祖师啊 他在注解经典的时候 都有个规则 各宗各派的规则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其中啊 有两个大系统 一种是天台中 那么天台中的学者 他还没有讲解经文之前 先把经里面的大义 提出来 用五个部分来介绍 这个叫做五重悬议 另外一种呢 是华音宗 华音宗呢 也叫做 显手中 他用十个部分呢 来介绍 经里面的重要的意思 这个叫做十门悬谈 这个十门悬谈 很详细 但是呢 有点复杂 有点多 五重悬议呢 只有五点 还算好 那么这个五重悬议 跟这个十门悬谈呢 现在啊 我们呢 比较少讲了 为什么呢 这个惠庆长老啊 他提出啊 他举出两个例子 一个是冰重老法师 一个是元老法师 这个台湾早期 有位冰重法师 他年轻的时候啊 曾经啊 到过大陆去 去那边呢 亲近了元老法师 那么跟这个元老法师啊 受这个巨竹大戒 之后呢 他依止这个禁权老法师 那么学习啊 天台的教理 专攻天台 他回到台湾之后啊 闭关三年 在三年当中呢 他就跃葬 跃葬就是啊 我们跃这个大藏经 在闭关当中啊 你有各式各样的 修行的方法 有些人偏重洗门 有些人偏重解门 那么个人的用功不一样 一些毕华音官 有些毕弥陀官 那么各式各样的都有 那么这个 他老人家就是岳障 以岳障为主 那么出关之后呢 应各地的邀请 讲经红法 那么大约啊 距离现在 今年是2015年 大约距离现在啊 50多年前啊 他在台北啊 讲这个阿弥陀经 讲七天 一天啊 就是讲90分钟 那么这个五重悬疑啊 他就说了五天 那么第六天开始啊 就是如是我闻 好 如是我闻 到了最后一天 就是第七天 才开始讲 耳食 佛告 长老司令佛 那后面啊 就很难讲了 就是讲不完 那讲不完怎么办 还剩45分钟 那就用念的 就把经文把它念一遍 那很快地把它消失消失了 那么顺着经文讲 就像在念经一样 所以这种讲法 老契机的 老修行的可以 这个五重悬疑 就是把那个经文的 这个重点 把它提示出来 但是初学都没办 你看他当时七天 五天就讲五重悬疑 那么一般初学 他听不懂 就像鸭子听了一样 有听啊 没有懂 另外呢 在民国初年级时候 我们晓得 这个大陆啊 讲经出名的 原音老法师 他也曾经啊 来过台湾 像是高雄啊 新竹啊 来红访 那么这个老法师啊 他在上海啊 讲金刚经的时候啊 用的就是石门玄坛 那么当时呢 有位居士 他本身啊 就是受持金刚经的 他在金刚经念得很熟 每天啊 读了一遍 两遍 三遍 那么已经读了好几年了 那么听到啊 这个老法师要讲金刚经啊 非常的欢喜 所以自己啊 就带着金本 当时在大陆 大概没有像我们这么 环境这么富裕啊 有福报 讲义都帮你们准备好 桌子帮你们排好 海青啊 没有的帮你们挂好 都可以借 那么这个老居士啊 他自己啊 他自己啊 就带着金刚经啊 来听课 那么第一天呢 就开始讲 石门玄丹就开始讲了 那么他第一天啊 除了金刚 波罗 波罗密经 八个字 听懂之外 其他的都不懂 因为石门玄丹太深了 那么经过了五六天呢 还是如此 最好他干脆啊 本子不带了 因为都听不懂了 但是呢 还是要去听 那么最后 他就空个两个手去 本子也不带了 到了第三十六天晚上 他听到 如是我闻这句话 非常高兴 这四个字他听懂了 那么他能够坚持三十六天呢 这个精神啊 让我们很感动 但是啊 现在这个时代啊 像这样的人不多了 你不要说三十六天 你讲一个礼拜 他三天一听不懂 他就不来了 所以说啊 我们现在如果这样讲啊 不要说三十六天 下一堂课就人数一半 那下一堂课呢 剩十分之一 不行礼 所以佛法说呢 弃礼弃机 这个礼啊 这个礼啊 虽然是好 但是啊 众生啊 未必受用 要干根器 要看啊 这个十节因缘 所以历代祖师啊 都有注解 是不是 你看 一本金刚经 或是我们说 阿弥陀经 从唐朝开始就有注解了 那么宋朝也有注解 唐宋元明都有注解 那干嘛要那么多注解 一本注解就够了嘛 那么事实上不是的 因为随着时代的需求不一样 那么众生跟自己不同 所以每一个朝代啊 都有祖师大的 为我们来做注解 那么到现在民国时代了 现在这个21世纪时代 也是不是 我们就这个提倡白话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讲话 就是要白话了 你再讲文一文啊 那么大家就听不懂了 所以说呢 现在啊 我们用三点来学习啊 这一部经文 那么第一个呢 是修学宗史 第二个呢是修学第一 第三呢是解释提名 那么首先呢 这个修学宗史 什么叫修学宗史呢 每一部经 每一部论都有它的修学宗史 也就是啊 它的修行下手处 你学习啊 一部经之后啊 你要知道 怎么去运用 怎么去修行 这是它的修学宗史 比方说 我们最常学习的 阿弥陀经 它的修学宗史是什么 就是信愿辞明 就是它的修学宗史 你学完之后 你要知道 怎么样下手 去学这部经 那么金刚经的修学宗史 是什么呢 就是啊 离一项修善 离一切善 修一切善 修一切善啊 我们在修善的时候呢 不要执着 在不执着当中呢 我们还是要去行善 这是金刚经的修学宗史 那么同样的呢 我们学这一部恨愿品啊 也有它的修学宗史 那么也就是啊 十大愿望 倒归极乐 这个普贤菩萨 他为善才同志 宣说了 成就诸佛广大功德的 十大愿望之后 接着啊 普贤菩萨 自己啊 也发愿了 要往生到净土去 也回向给一切众生啊 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清净阿弥陀佛 所以说呢 十大愿望倒归极乐 我们也可以说啊 华严经是大本的弥陀经 弥陀经啊 是小本的华严经 怎么说呢 刚刚提到 华严经说的是 这个一针法界 这个一针法界啊 就是诸佛 他所清证的 这种不失意泄脱经济 这个境界很高 毅力很深 不要说我们凡夫众生了 那没有办法理解 就算是大阿罗汉啊 他听的这个环境啊 也是如龙是牙 不知所云 那么我们凡夫啊 要怎么样能够 弃入到一针法界呢 这个黑人品告诉我们 你啊 就是啊 修实大愿望 你啊 就是啊 回向发愿 往生净土 到了极乐世界去啊 你就圆满了佛果 就能够契入一针法界 所以华严经跟弥陀经 都是一样的 都是劝我们啊 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说呢 华严经是大本的弥陀经 另外呢 这个环境所讲的一针法界 华严世界 跟弥陀经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晓得 这个一针法界就是四十万 从从无尽的境界 也就是华严世界 但是呢 弥陀经呢 他是告诉我们 要信愿持名 信愿念佛 要往 要发愿了 往生到净土去 那我们看这个极乐世界 那么极乐世界啊 总的来讲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一报的环境 一个是正报的身心 是不是 正报就是我们的 我们叫正报 你这个个体 你是一个人的身体 一个动物的身体 一个天的身体 这个叫正报 那么一报就是环境 极乐世界的一报环境啊 是七重罗网 七重杭树 还有七宝是八宫得水 充满其中 那么这是说明啊 极乐世界 庄严的环境 这个啊 是就着事项来说明的 所以它意理啊 比较浅 你就看到一棵树啊 两棵树啊 那么三棵树啊 就这样子 觉得也没什么 跟我们这边说 好像差不了多少 但是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那么如果就着理来说的话呢 极乐世界啊 意义庄严 全体理性 这句话 大家有没有印象 偶一大师啊 在弥陀要解里面 说到这句话 好 意义庄严 全体理性啊 什么叫意义庄严 极乐世界的七宝十八宫的谁 都是庄严 这叫庄严 好 那么七宝十八宫的谁啊 它每种庄严啊 都是真如的全体 全世吉利 好 那么这句话 当然就我们第一次听 会听不太明白 以前我们在听到法师讲经 全世吉利 全理吉士 好 那你在问他什么意思 他就说全理吉士 全世吉利 还是听不懂 那么全世吉利的意思啊 就是每一件事项 全部都是理体 都含色真如的全体大用在里面 离不开真如 每一件事 极乐世界的每一个法 都不离开真如 都是真如啊 所显现出来的作用 所以极乐世界呢 就是世俗外的法界 也就是一阵法界 因为只有真如跟真如啊 可以彼此啊 不相地妨碍 另外呢 阿弥陀佛的名号 是什么意思 无量光 无量寿 什么叫无量光 就是横遍十方 而这个光明啊 它到处能够照得到 没有空间的障碍 你看我们现在的灯光 虽然很亮 但是呢 隔壁就照不到了 阳光 虽然能够照着我们地球 但是呢 你撑一把闪 用一块木板 它就照不过来了 这有障碍的 那么阿弥陀光明呢 没有障碍 能够骗到十方世界 能够穿透啊 各式各样的障碍 那么这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啊 超越了空间的障碍 那么无量寿 无量寿啊 就是数从三计 过去现在未来 那么这个寿命啊 没有时间的限制 也就是呢 超越了 时间的障碍 那么有一个法 如果有这么一个法 它能够超越 时间的限制 跟空间的限制 我们就叫它做真如 就叫它做法界 那么也就是一阵法界 那么在一句弥陀明号 它就超越了 时间跟空间的障碍 所以弥陀明号 就代表一阵法界 所以说呢 弥陀经啊 是小本的华音经 那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那么华音经啊 跟弥陀经 彼此的关系 那么这个恨愿品 跟阿弥陀佛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读诵这个恨愿品啊 就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而且呢 是上品上生 在经文当中所说的 这个阿弥陀佛是总相 普贤菩萨的十大愿呢 是别相 念普贤恩评 就是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就是具足了十大恨愿 这是我们要晓得的 那么这个是啊 我们说明了 这个修学宗旨 接着呢 以二修学利益 那么学习这一部恨愿品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功德 能够得到什么利益 那么这里啊 我们归纳出啊 五点 第一个呢 树人体悟 华藏 华言法界 也就是呢 能够快速的使命我们啊 体会 了解 华言经案 这种一针法界的不适经济 这一针法界是一种 从从无尽 缘龙无碍 不可思议的生妙境界 简单的讲 就是时空交融 那么时空交融 时间跟空间啊 合在一起了 不分彼此了 那么也就是呢 他能够啊 超越突破空间 以及时间的限制 能够啊 打破空间的假象 能够啊 打破啊 时间的假象 而且呢 这个空间跟时间啊 彼此是互相啊 融合在一起的 融合在一起的 在这个经文里面说到啊 予以成中 成数佛 各处菩萨众位中 我们刚刚提到 这是超越了 空间的障碍 另外呢 经文里面也提到 我认深入于未来 尽一切解为一念 普贤不善能够 深入到未来 世界当中 经一切解 一切解是什么意思 解是非常长的时间 几一年 几十一年 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那么这么长的 一段时间呢 一念 就具足了 一念就具足了 而且呢 他能够寒舍 过去 现在跟未来 这个啊 就是啊 突破了 时间的障碍 另外呢 在经文里面 又说到 云与矛断 极为中 出现 三世 庄严差 在一根 非常小的 寒毛当中 他的这个尖端 寒毛已经非常小了 在他的尖端呢 能够出现 过去 现在 未来诸佛的岔土 三世 之后的岔土 能够在 寒毛当中 显现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 同时 超越了 时间跟空间的障碍 那么这就是 一真法界 就是华音的境界 所以我们学 这个云丙品 能够很快的 了解到 掌握到 还法界 是什么意思 你不一定 要把八十卷 读完 读完 我们还不一定知道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呢 术的成就 如来功德 他能够快速的成就 佛的功德 那么这个 怎么样能够 快速成就佛的功德呢 有两点 一个呢 是修十大愿望 另外一点呢 这是念佛 发愿 往生净土 在经里面说到 如来功德 假使使放一切诸佛 经无量节 相续远说 不可穷尽 若遇成就此功德们 应修十种广大 很愿 那么也就是说呢 佛的功德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的殊胜 那么假使呢 有这么一尊佛 他日夜不断地称颂 说明啊 这个佛的功德 那么经过一节的诗啊 也讲不完 那么这尊佛讲完了 现在就我们再继续说 那么一直一直连续下去啊 佛的功德啊 都说不完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成就佛的 这种殊胜广大 不惜的功德呢 在黑品当中告诉我们 你修十大愿望就可以了 掌握到这个纲要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呢 在经文里面也说到 愿我领域名宗旨 净除一切诸障碍 念见彼佛阿弥陀 即得往生安乐场 那么他告诉我们 要发愿往生净土 那么到净土去之后啊 永不退转 决定成佛 所以说呢 能够快速的成就如来的功德 那么第三点 宿灭重罪 增长浮惠 在经里面说到 往昔犹无自卫力 所造极乐无间 送之不先大愿望 一念书籍皆消灭 那么 你在有重的罪 只要你能够送这部恨怨品啊 就能够快速的灭除 连这个无间罪啊 都能够灭除 那么可见啊 这部经典啊 他灭罪的功德啊 非常的殊胜 那么在福德之位的增长呢 就是啊 经里面说到 世出人等所获福祭 无量无边 那么送十大愿望的人 送恨怨品的人 他所获得的这个福报啊 福的是无量无边的 没有穷尽的 另外呢 经文也说到 相好智慧行圆满 堪位三界所应供 我们的相貌庄严 智慧啊 能够圆满 这是智慧 你送恨怨品啊 能够开智慧的 能够开智慧 那么堪位三界所应供 你看啊 三界的天人啊 都能够供养你 那这是福报大 所以呢 我们送恨怨品 学习恨怨品啊 能够增长我们的福德之良 跟智慧之良 第四点 素见弥陀 上品上身 经文里面说到啊 道疑 即见阿弥陀佛 其人自见 生莲花中 蒙佛受祭 那么送恨怨品的人 修死待望的人 那么 你到了极乐世界去之后啊 你能够 马上就见到阿弥陀佛 我们晓得这个酒品往生的阶位啊 这个中下品往生啊 你到了极乐世界去之后 这个莲花要等一段时间啊 才会开 只有上品上身的 才能够马上见到阿弥陀佛 而且呢 蒙佛受祭 所以说呢 我们学习恨怨品 我们修恨怨品 修死待望 那么对我们往生 净土的品味啊 有加分的作用 能够上品上身 好 第五点 树成正觉 广度众生 那么修死待望 往生到净土之后呢 能够很快地 汽入到法界当中 那么并且啊 能够成佛度众生 好 在经文里面说到 树亦菩提大树王 坐以降伏诸魔众 成等正觉 转法人 菩利切诸寒世 你们很快地 能够在菩提树下成佛 好 那么能够降伏众魔 那么到他方世纪啊 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好 那么所以说呢 有这五点啊 殊胜的这个功德 好 那么这五点殊胜的功德啊 我们可以分成 今生的利益 跟来世的利益 前面第三点 第一个 树人体悟 华人法界 第二 树得成就如来功德 第三 树灭重罪 增长浮惠 这是我们今生的功德 你今生就能够得到这样的利益 那么来三来讲呢 就是第四点 树见弥陀 上品上身 第五点 树成正觉 广度众生 好 所以我们晓得 这个念佛法门啊 我们跟石大勇啊 一起修 就是啊 一朝直入 独来地 的这种法门 好 那么修学 赫运品啊 这五种的功德利益啊 总的来讲 就是啊 拔苦与乐 能够拔众生的苦与诸佛乐 好 这个民国初年 有位地贤老法师 他是天台中的第四十三代传人 他曾经啊 闭关过三次 晚年的时候呢 他在这个哈尔滨的极乐市传戒 当时呢 盛况空前 来参加的人很多 传戒的时候啊 这个地牢 那么他从第一天下午四点就升座了 那么就开始传戒 我们传这个比丘戒啊 就是一坛一坛的灯坛 那么 那么来授戒啊 不像我们这个授三规五戒 还有菩萨戒是一次就解决了 那么这个比丘戒 如法来讲是三人三一坛 那么当时就是一坛一坛的上 那么通常都是 等到全部都授完了 这个戒啊 这个大戒啊 才 我们讲啊 或者说这一坛的法呢 我们才把它 结束掉 那么 当时啊 就是第一天下午四点开始传戒 那么传到第二天九点 早上九点 那么才结束 当中当然可以休息 可以休息 那么这样的是十几个小时 但是呢 第一天老法师他没有休息 他就一直坐在这个戒坛上面 都没有休息 那么 腿子也都没有放下来 不下座 精神很好 饮食照常 但是呢 大家问 要不要上洗手间 这个有定功的人啊 他就不需要这么的平凡的上洗手间 那么他有他的定力 那么这个第一天老法师呢 他最初啊 在听法华经理时候 那么听啊听啊 听到了法师品 哦 他还听到法华经理 内心非常的关系 他就想要发一个愿 就是说我终生啊 奉持法华经 就是每天我都要读法华经 作为他的定课 但是呢 他考虑啊 这个经文啊 比较多 没有办法每天读一遍 内心有点犹豫 那么当时呢 他的一个出家同学 赠送他一本普贤恨愿品 那么他就第一次啊 就是看到这部恨愿品啊 他就回去读了 那么在读恨愿品的时候呢 读到了 幼父是能灵命忠实 最后刹挪 一切诸棍细些散坏 一切亲属细节舍离 一切威士细节褪失 俯向大臣功臣另外 向马车胜了 无不相舍离 维持愿望不相舍离 于一切实引导其前 他看到这一段经文里实话 哇 内心啊非常的欢喜 那么不单单是引导其前 而且呢 是一刹螺间 即得往生极乐世界 道以即见阿弥陀佛 所以呢 他就决定啊 要将这个恨愿品啊 奉为日课 每天读 那么他一寿司啊 就是四十多年 没有间断 每天都读一遍 恨愿品 那么后来呢 他有个因缘 要讲恨愿品了 那么开讲的当天呢 来了很多人 一千多人 那么大家听啊 津津有味 如饮甘露啊 那么大家都欢喜赞叹 那么这个时候啊 帝前老法师啊 他更加的深信啊 受持啊 这部经的利益 确实啊 功不堂权 那么另外呢 家师 那么上参下云老和尚 还有他的同参 孟参长老 也都曾经啊 受持过这个恨愿品 也很有感应 这个后面啊 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啊 再提一提 再提一提 那么这里啊 我们就下课休息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